天氣冷嗖嗖 泡湯區含成了許多人的首選 檀南知名泡湯景點 關子裡集了不少遊客 泡在這溫暖的池子裡 直呼好舒服 我們是怎樣 就放鬆心情來這邊泡啊 對 它這一個也好 啊最主要它這個鋸魚出舞啊 泡到身體也很溫暖啊 它就通體舒暢 會微微的冒汗 檀南龜丹溫泉也同樣 湧入大批泡湯遊客 這波冷氣團讓台南出現 大約10度左右的低溫 也讓住宿率沖上了整層 跟以前的疫情來說 多幾六倍啦 三四倍有啦 疫情還沒有來的時候 還成長了兩層左右 遊客也外移到 兩處溫泉區附近的景點 像是白河後壁東山 就有6萬名遊客造訪 其中關子裡溫泉區水火同源 都是熱門的溫泉景點 另外台南後花園 像是南溪和玉景 也有2萬名遊客走訪 這兩個溫泉區呢 在這兩天呢都雙雙創下了 相當亮眼的觀光客的一個家機 住宿率都到9成以上 甚至全滿 南集團報道讓溫泉區 人潮更熱 根據統計大關子嶺地區 前一天就湧入了5000多人 週末住宿率高達9成 接下來還有28連假 關子嶺溫泉將有市集登場 溫泉業者預計再有一波旅遊 人潮高峰 冷嗖嗖的天氣 讓業績冷了好一陣子的溫泉夜 終於一冷起來 你好 你好 好 好 年的 刀 冠